歡迎來到大陸 大陸進八強淘汰賽 居然有這樣的場面 我剛剛一度想要起立鼓掌 那你就起立鼓掌啊 其實也不會說 那如果說你用快一點的速度講呢 你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子 我第一次出現 那個時候 喂 這個年代現在流行低腰褲 對 因為散開 不敢穿 趕快拉低 拉低的講話 簽署者王郭安迪 破解麻將簽署中的長江天號 一個關折 兩個關折 三個關折 四在這邊 四是這邊啊 七就在這邊 對不對 如果一四怎麼樣呢 很簡單嘛 第四條 放在中間 這代表一根四 四七 拚四七 這是解禮 我就放在中間 對 下四七啊 千數破解 賭捉對決 歡迎收看 綜藝大哥大一 為各位先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Ladies and Gentlemen 棒棒糖 來 棒棒糖 人氣真的很旺 好 馬上就呈現一位 大家公認的美女 是…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好不好 對… 陳妤 韓小姐 來 再來一位歡迎介紹 好 接下來我們歡迎彤彤 大家好 我是彤彤 又來一位喔 好 我們來歡迎我們WOW WOW 球派任務 我是WOW的小毅 我是WOW團長韋君 大家好 梅哥好… 我一直覺得有一點點怪怪的 有點怪怪的 你怎麼說 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 對喔 對 少了一個 妳不講 我們都忘掉了 再說他老兄趕不回來 去哪裡了 在好像哈爾濱嘛 東北那個地方 已經明夏了 為什麼這樣常常不來啊 妳在怪他嗎 對 有空位 沒有… 養生的方式不好 有空位 我們平衡很好… 妳早就很想站這裡 對啊 給妳站中間好了好不好 好… 好… 好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今天的廚房 廚房 廚房 今天的主廚 主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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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春藝 時尚中餐 國主義 國主義 主廚 中餐 春藝啦 春藝 時尚中餐的主廚 國主義 國主義 主廚 對啊… Yay 好耶 謝謝 好啦 那現在幫我們介紹表演的來賓 好 那接下來 表演的 春藝 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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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 好美 你看我們這三位來賓這一站就很特殊對不對 真的耶 大家不經就對說我們今天的題目要大家猜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 其實我們要你們大家猜的是 他們三個人 誰是神編手 編就有很多種囉 像我的編我也有編啊 小時候有練過 現在泡在鹿龍酒裡面 我們先看第一位 暗示各位一下 他們都是神編手 神編手 你是什麼樣的神編手 自己說明 我平常從事的工作 就與編有關係這樣 是牛郎爸媽 是嗎 有種就講出來 妳跟他做什麼 妳很好奇喔 就是有的會有那種 開派對 然後會請男生 是嗎 是那個派對的 看起來有講對嗎 差不多… 真的嗎 你看他的褲子有動耶 奇怪 人家在看 你一直在看他那個地方 那你還沒講嗎 我等一下就直接帶你一首表演 來…馬上表演 謝謝 其他人稍微酷一點 好 神編的表演 大家看仔細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可以嗎 加油… 加油… 哇 神聖 要… 好厲害喔 人力 原來是猛男耶 紅的我在 好紅喔 這叫我還不敢穿什麼 你看所有的觀眾朋友都好害羞 好害羞… 小女生好害羞 我以為你會再繼續脫下 對 再來一點音樂 目標對象你自己選 對 好不好 你們真的害人不潛 女生結婚的最後一天 那個派對叫什麼 單身派對 女同學都會找一些 像他這樣的男生來喔 對 對啊 有在外面接這種Case這樣 那個童童生日快到了 對 對 要不要再議席 沒有 八折 他打八折 打八折 沒有 八折喔 這麼害羞幹什麼 對啊 大方一點 不是 因為他的 他的紅色小褲褲太閒眼 害羞 對耶 對 童童說真的 它是你的菜嗎 對喔 是嗎 不是你的菜 真的嗎 你喜歡瘦的 那怎麼這樣說 你這樣熬犬是很有希望的 對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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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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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轉過去你就害怕了 憋手 OK 憋手 你的武器 我現在撞… 憋哥 憋哥 你現在在… 憲禍的 憲禍講 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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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大棒糖會那麼的紅 為什麼 因為真的很可愛 好 第二位 好 第二位 來… 蕭梅亞 梅亞這是我的菜 那妳是怎麼樣表演的 頭髮就是我表演的工具 那我所做的表演呢是 長髮邊鼓 長髮邊鼓 對 她是以頭髮去擠鼓所做的一個表演 是韓國一個當地的 一個傳統的表演 那一開始呢 它是在中國的山西 陝西一帶 那邊所做的流傳 原本稱之為長睡編古 它是以長睡去擊鼓 然後流傳到韓國之後呢 韓國人將那個長睡 就是以頭髮代替 所以就變成 現在我所做的表演 就是長髮編古 好專啊 來 頭髮要不要轉兩圈 這個叫做 直擊 直擊嗎 直擊 不錯 好 這是第二位 大家參考 好 第三位 清國先生 來 可能這個繩編更好看喔 我練的是牧羊風模編 牧羊風 在練的時候之前呢 因為一定要練背力嘛 對不對 一定要用一根針穿玻璃 對 什麼意思啦 用針子 用一根針嘛 把玻璃穿透 然後就是把玻璃後面再放個氣球 然後會把那個氣球給打破 這個不是劉謙老師的那個 鑑證奇蹟嗎 那裡面就是魔術 對啊 這個不是魔術 這是真的針功夫 我 不練不行啊 對啊 來…請給我們稍微熱兩手 來… 一根針 一根針 真的耶 一個洞耶 哇塞 好可怕的人喔 好可怕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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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 這 這就跟縫被子的針差不多耶 真的 所以他這個運氣 這個一定是有他的關係在這裡面 好可怕喔 大概就只能做這些暗示了 三位 好 來 請出列 我們這一位是Manpower的牛仔神編 跟長髮鞭骨 然後牧羊神編 這三位 誰是今天的神編手 真正的神編手 來 請舉牌 宇涵 3號 彤彤 3號 2號 漂亮 Manpower啊 對 我剛剛出去撿到他的鞭子的時候 彷彿 感覺到他有一股神力傳到我的身體 真的嗎 剛剛他褲子脫掉那一刻 五六個都自卑了 都被他氣了 我們沒有那麼感動 他有那個神力 神力也鞭 真的… 3號你們為什麼不覺得3號 衣服太新了 這個叫什麼名 真的聰明這個 小玉 小玉 對 你要看嘛 有觀察錄影 像馬倩 很膨脹 你看 馬倩1號 因為我看到他的那個 紅色的那個 然後印象太憲哥了 我就看不到 好 數到3就可以知道答案 數到3請示表演神編者 向前一步 1 2 3 喔 射他啦 師父 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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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被穿透喔 你真是讓我太失望 飛哥你剛才還誇獎他 我也不曉得 沒想到答案是這樣 對啊 那1號他真的是在很多夜店 或者人家那種單身派對裡面 當禮物的嗎 當禮物的嗎 是嗎 沒有 我現在念 他本身是跆拳道的 三段 好爽 好 來 張清國先生給我們帶來 繩編的表演 牧羊繩編 好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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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氣 這個氣 好壯喔 運功 哇 哇 好酷喔 哇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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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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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死了 好啦 我錯了 好強喔 不要生氣啦 以和為貴喔 我錯了 哇 哎呦 天啊 不要靠近 天啊 呼呼聲風耶這個 小心 我以為還沒… 我以為還沒結束 小心啊 聲音怎麼會那麼響 超大聲的 練習的時候不小心會打到自己的 像看到手沒有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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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一個筋 哇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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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們這個已經是練過這麼久的 還會受到傷害 好苦 越軟的東西 越容易打到自己 越軟越容易打到自己 越軟的 表演得非常精采 很特別 非常謝謝張清國老師 謝謝 好 我們歡迎表演者出場 歡迎 我的天啊 多吉祥 對 多吉祥 我沒有 好 沒有 這招 不是 剛剛那個褲子不借我 說 台灣 太美了 恭喜飛哥 您的菜來了 那哪個是我的什麼 我點什麼菜了 你的蒜泥白肉來了 你的麻辣豆腐來了 皮膚真的很白啊 天啊 你怎麼知道我點的是蒜泥白肉 那他蒜泥白肉 那他呢 麻辣豆腐啊 麻糊豆腐 麻糊豆腐 他是公保魷魚 照你這樣講 他是椒鹽排骨 還有一種讚美 對 三個人都很漂亮 漂亮喔 問題來了 各位 問題來了 他們三個人 誰是真正的拉丁國標舞的表演者 三個都很專業的感覺 拉丁 那你們男生的眼光呢 來 棒棒彈 就這樣看而已 我覺得是蒜泥白肉 蒜泥白肉 我覺得是一號 你覺得一號 椒鹽排骨 他那個 他那個味道非常的夠味 夠味 來醬 還有形容 來醬 嗆啦 跳國標舞的 你挑不挑男扮呢 就是說你會不會挑外型 還是挑默契 算是挑默契 也不挑外型啦 他男扮默契比較重要 對 對 那孫綺 我先挑外型 先 可是外型不順眼 你只是怎麼跳下去 對啊 一跳得再好我也沒感覺啊 對啊 轉頭一看 是白雲 不好意思 小姐 體型 什麼 體型啊 體型 都不一樣耶 對 體型也很重要 是說高矮還是說他的肌肉 那種 都要 都要 真是算你一百二 好啦 品質本質很嚴格 好 我們現在很簡單 再暗示各位一下了 嗨 我們請一位男老師來 但是有規定他每個 男老師跟每個人都只能跳兩個八拍 兩個八 兩個八 很短耶 對啊 很短喔 太長的話 怕就是會漏下來 對啊 因為跳越多 對不對 這邊一點越多了 對 好不好 我們請我們的男舞者 葉老師啦 葉佳玲 葉老師 那個 剛才後面的說糖醋排骨去 這是標準身材耶 對啊 很帥 來 我們按照號碼好了 老師 音樂 我們好欣賞 只有兩個八拍 各位看清楚了 好 出拍 好 第二位 好 第二位 來…我們公保魷魚來吧 來 劉彭 哇 唉唷 唉唷 涮泥排 桂又會 唉唷 喔 哇 厲害 好 糟糕 真的很難的 因為他們三個 看起來怎麼都笨手笨腳 好 準備舉牌 來 到底誰可以吃到今天 我們的主廚為您準備的菜呢 請舉牌 宇涵 3號 彤彤 1號 象馬切 2號 棒棒彈 都有人選啊 1 2 3 3 2 1 2 只有我們哇爾是選1號 你們先說說看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 看得出來這個老師有故意 選擇笨手笨腳 對 他們太Gay了嘛 他太Gay了 那個宇涵 就是我剛剛看到3號的時候 對 我有注意他的眼神 我覺得他的眼神 就是非常的自然跟投入這樣 就是他掩蓋不住 一直希望你們猜對我就是 對 好 那棒棒彈 2號跟男老師 就是最後結尾姿勢一個劈腿 他故意卡了一下 就被我看到了 就是他起來的時候呢 有一個眼神飄過來就是 要不是要騙你們 我才不要卡一下 你現在是在拍偶像劇嗎 有耐心的偶像 他有OS的出來 我剛剛有注意到 就是他在結束Ending的時候 有做一個 就是國標理智性的敬禮 就是他們幾個沒有做 我覺得應該是習慣 所以可能沒辦法假裝 觀察入圍 好 數到3 是我們的國標表演者 就請向前一步 1 2 3 舞蹈架式看來中一把照的 3位女子 是這位皮膚就像蒜捏白肉 被泡泡又咪咪的她 還是這位膚色就像公保魷魚 又黑健康的黑美人 又或是這位身材像椒鹽排骨 肥瘦各半 濃鮮合肚的她 究竟誰是真的拉丁舞舞者呢 以下的話 你一定要看 藝術表演的鬼斧神功 美輪美奎的沙畫藝術 還記得這位讓大家沉浸在 無限想像中的沙畫大師 莊明達嗎 一雙巧手幻化出 無限的感官衝擊 一把細紗 就帶個為 劍情長陽視覺的美麗 它將為綜藝大哥大的觀眾們 帶來令人驚豔的表演 莊明達的沙畫藝術創作 志在綜藝大哥大 敬請期待獨家 五到三呢 是我們的國標表演者 就請向前一步 一 二 三 什麼 那麼 拉丁舞表演其實是孫棋老師 孫小姐學多久 三年 所以三年就有剛剛那個身段 而且飛哥你知道嗎 你看得出來他今年大概幾歲 二十一吧 二十吧 他才十四歲 這樣很久 怎麼可能 真的假的 我看到這個 剛剛這個老女生 不是 我就實際 他說我不能講三十 不好意思 我還講小 結果二十一都不到 十四歲 怎麼回事啊 漫報是不是 你謊報了嗎 好全熟 好全熟耶 才股中生而已 對啊 你發育文明太好了 爹 對啊 對啊 為什麼 梅哥 你為什麼要這麼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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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進去 轉進去 今年只有十四歲的孫綺 四歲就開始學習芭蕾舞 舞齡長達十年的她 頗有大將之風 面對大牌主持人 一點都不緊張喔 好險喔 飛哥...手下留情 十四歲 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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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身發熱 對 十四歲那個眼神 以我的功力我都無法招架 好 各位朋友 一塊來歡迎他們的表演 Yeah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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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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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太好看了 好美 有那種致命的吸引力 麗老師你能夠受得了 你真的是個噱子 噱子 他有勇氣耶 有沒有追求過你 沒有 那你就要考慮你如果不化妝 是什麼樣子 沒有 飛哥 一定有 我覺得一定是有 但是不敢追 他還沒開竅 還沒到那個年紀 還不懂男人到底什麼 他為什麼要需要男人 是不是這種感覺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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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歲是什麼 可以Email聊天 是這樣子 可以保護你 可以保護你啊 對啊 對不對 可以開車接送 開車 對 送你上課放學 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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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很好吃 真的很棒 大家沒話了 掌聲給你 這道菜 一品花雕魚 好香啊 有沒有人不吃辣的 沒有啦 我們都是 我吃 你真的吃辣 我吃辣… 今天這個菜很辣 對 抱歉你們兩位吃不到 對 真的氣死 真的氣死 通通都猜對 就你們WOW這兩位 WOW 怎麼會這樣 可以麻煩留一點湯汁給我們 湯汁啊 其他人都答對了 現在我們就請師傅是 是 我們郭主義主廚 好 為我們秀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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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匹花雕魚 特選當季肥美的鯨魚 用小火燜煮的方式 使魚肉達到最彈牙爽口的口感 把花雕的麻 害香鎖在魚肉中 這道十足道地的川菜 絕對讓你頭皮發麻 卻口夾流香喔 真正的絕招在這一邊 太辣… 太辣… 太辣 太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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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我們郭主廚掌聲鼓勞 謝謝郭主廚 好… 好… 我們請 美麗可愛的演員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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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你看路實在太小了 對… 郭師傅 我們這一隻對他 對 對 剛才你要晃下去是準的議題嗎 我下面一說 有猶豫不決這什麼意思 因為他這一道菜 剛剛飛哥講的 它不會辣 但是很麻 我們麻度有分 大概電力有110 跟220的電力 這是220的電力 好麻 好麻 對 非常麻 這個時候也就等於是這個 完全用表情來表達這個魚 好不好吃 會不會 不會… 好 慢慢來 謝謝 麻…辣… 這旁縣縣的一瓶花椒魚 讓所有人吃得獅頭發麻 頭皮發辣 即使如此 藝人朋友們仍舊是無法抗拒 這道美味 瞧棒棒糖的吃相 唉唷 您是不是也開始流口水了呢 您是不是也開始流口水了呢 無法抗拳 好… 還是有一瓶花椒魚 這樣 surgicalgie 不用怕 這首 rę 歡迎收看大魔鏡 大魔鏡這一次第二輪的比賽裡面 上一週我們四位參加比賽的 他們的成績將跟今天 第二輪的八強競賽成績 立刻要做出一個決定 誰將繼續留在攝影棚 有哪四位會在今天的表演完畢之後 離開我們這個攝影 壓力好大 所以說我現在再給大家加深一下 印一下我們四位請站起來好不好 上週的前八強競賽者 第一位介紹的是 黃新玲小姐 劉大全先生 卓勝哲先生 以及吳冠達先生 接下來介紹我們 今天我們競賽的 為了這個慎重其見 以及公平跟上週一樣 我們請到四位評審 第一位介紹的是 見證奇蹟的劉謙老師 歡迎他 羅賓老師 羅賓老師 你一換重感冒了 好感冒喔 羅賓老師 是 我現在慢慢知道什麼 混亂的搭人 對…再來 我們Eric陳廣生老師 還有我們的專業經理人 蔣浩老師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再次的 來提醒各位 大魔界第二屆八強淘汰賽的 採取積分子的方法 造型 創意等標準給分 分數高的參賽者 將晉級參加下一輪的淘汰賽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的四位 參賽者請到我們前面來了 也是上一週我們劉謙老師 出的題目 是以他的水準跟他的角度 所發的題目 影子跟光 早時讓我們這四位同學 真是傷透腦筋 對… 現在我們就要來決定 今天出賽的順序 來 加油囉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今天將要表演的順序已經出來了 請按照號碼排列組合重新整合一下 1號到我這邊來 來 1 2 3 4排一下 一時的調劃 那麼我們就今天按照他們 自己抽出來的順序 1號我們的趙君毅先生 首先為您帶來表演 這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身材高大 外型英挺的趙君毅 可說是魔戒的獅奶殺手喔 今天他要讓所有獅奶集的觀眾 神魂顛倒喔 有些 someone 他的 hospitality GOOD Dobell 按照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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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して配上 Cristine Angel 不要… 進去 最後還是自願進去 I don't want to wear It's me they hear 折不了你了 My tears return my voice In one of mine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In my world In my mind In all your fantasy You always knew That man and mystery What in you What in you What in this lottery Where night is light A phantom of the opera is here Inside my mind ICO Cristine Angel I loved you I love you You always knew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Stand I'm going to shine Sing for me Sing my angel of music Sing my angel of music Sing my angel of music 難怪他會這樣 掌聲鼓勵一下 今天我們先請Eric老師 陳管聰先生先跟我們來講評 好的 一號趙俊逸 是很有舞台劇的味道 服裝造型也不錯 可是問題有點離題 問題就是你後面那個三節箱 那個Sing set 跟光魚影沒什麼關係 有點離題 然後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那個女生進去以後 那個助手進去以後 應該腳要露出來 怎麼腳都不見 對… 臉有了 手有了 腳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一些關係不符合人體工學 所以出不來 不能講太明了 講太明了 就大家都知道這是什麼 那我聽聽好了 你說的是什麼 真的 我第一次出現 不是… 最後之意不算久了 怎麼上演斷第三 突然間 我們請劉謙老師給我們講評 其實今天總共只有兩個魔術效果 一個是那邊 一個是這邊 這兩個都是很古老… 我們在外面隨便走到哪裡 都可以看得到的魔術 直接把道具搬出來就表演了 我覺得缺乏的是創意 但是我覺得今天其實你最大的問題 是在你的助手 當飛哥在你講笑話的時候 他在裡面 照理講是要痛苦的演技 居然笑場 不可以笑場啊 然後… 刀子插進去的時候 他在那邊碎碎黏手 不是這邊 好像要被刀插到我 不要插到我了 你插到我了… 對… 這感覺不對 在五個章表演魔術 助手跟魔術生是一體的 今天你表演得再好 如果你助手表現得不好 你就是扣分 我的意見就是這樣子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老師 好… 接下來是來自蒋浩老師的講評 君毅 我剛剛本來他站在那邊 四位選手在抽球的時候 我一直想跟他講一句話 把眼睛張開 可是他戴了這個面具之後 完完全全的掩蓋掉這個缺點 眼神 蓋掉 對 掩蓋掉這個缺點 而且他適合走這個冷峻的路線 掌聲鼓勵一下 這個 好 找到一個方向 大致上便宜 真的不錯 掌聲給我們 掌聲鼓勵一下 來鼓勵一下 好 現在我們又開始歡迎 第二位盛志平先生的表演 簽署之王郭安迪 破解麻將簽署中的長江一號 一個關折 兩關按轉 三個關折 四在這邊 四這邊 七就在這邊 對不對 如果一四怎麼樣呢 很簡單嘛 一四條 放在中間 這代表一根四 對 四七 拼四七 這是解禮嘛 然後就放到中間 對 什麼叫四七 是 千數破解 堵捉對決 來自魔術家庭的盛志平 除了有著一身好文靈 還有一股讓人著迷的清新氣息 接下來它就要讓你暮眩神迷喔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嗯 哎呀 我們叫我們兄弟 但兄弟 我們叫我們兄弟 我們叫我們 我們採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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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感覺 chiffon 我們問我們自己為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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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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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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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 掌聲 這是有史以來我們裡面出現動物 我覺得這感覺到最威心可憐 很明顯他跟他一點感情 對 還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 你上鏡頭了耶 幫幫他 我覺得我剛剛很喜歡 剛剛一開始把那個 就是可以在旁邊繞 不知道為什麼耶 我真的超喜歡的 可以跟我講為什麼嗎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可以到劉謙或羅賓老師他們 他們店裡面有這個圈 對不對 我第一次看那個 劉謙老師表演的時候 第一次來錄 然後到現在憂鬱症都還沒好 到底為什麼 煩惱那麼久啊 對啊… 今天他是全家總動員 真的嗎 剛剛那個是你的 我爸爸還有 剛剛那是你爸爸 差一點點 他心聲太大了 還帶假髮 講錯了… 那是我弟… 講得錯 你爸爸真的老 對 我弟… 那那位女士 姐姐 姐姐啦 對… 好啦 現在要聽老師來講 劉謙老師給我們講評這一段 這個真的是相當相當了不起 的一段表演 會… 謝謝 真的耶 這是大魔鏡開播以來 在我的感覺裡面 排名絕對前三名的一次表演 好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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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一度想要起立鼓掌 那你就起立鼓掌啊 因為他爸爸我也認識 真的喔 他爸爸是職業魔術師 他聽說在現場 我剛剛沒看到他 但是這種程度已經超過他爸爸了 我知道 這是你出國人的生意不來的 有在嗎 對不起喔 我是真的這麼覺得 因為…他的年輕 還有我感覺他今天表演的內容 他爸爸教不出來 他可能還是參考了一些比較 新穎或者一些比較 他自己的創意進去 因為有些動作是全新的 青出於藍勝於藍 我覺得非常的了不起 出口天啊 但是 也不代表是沒有缺點 好 第一個就是 狗變出來不要往地上隨便亂放 這樣放開他走路不方便 對… 這是真的 因為剛才來來去去 我都好像我怕要踩到狗那裡 狗也可能會跑到觀眾席去咬觀眾 不會咬也會舔 這個狗出來就交給助手 就讓牠抱走算了 或者旁邊放個狗屋 把牠放到狗屋裡面去 不要亂放 再來就是自信還差了那麼一點點 動作的力道再加強的話 感覺就更完美了 就是這樣而已 好 謝謝劉璇老師 好 好 接下來是羅賓老師為我們講評 剛才那隻狗很明顯的 搶走一個甚至憑一些風采 但是我對牠印象很差 我對那隻狗印象很差 為什麼 一年前我去拜訪 去中壢拜訪保羅的時候 牠要咬我 什麼 好強喔 我剛剛叫牠 小心一點 其實整體方面來講是 以牠這個年紀的話 算是超水準的演出 怪怪 好厲害 了不起… 好 蔣浩老師為我們講評 首先我看到那個製品這樣的表演 我聯想到一個人 小旋風林志穎 不會老的天王 她20年後再來表演這套魔術 還是這個臉 真的喔 對… 有沒有 娃娃臉 娃娃臉 這個非常… 對 非常吃香 對 因為光是靠這個水汪汪的店 也可以迷死在座的 這樣… 不過服裝上面 我要給所有參賽選手一個建議 這個很重要 對 因為你們的服裝 你只要到西門町逛一圈 可能有一半的人都穿這樣服裝 對… 所以這樣的服裝 就不適合在舞台上 還有這個年代 現在流行低腰褲 這個也要注意 因為上台不敢穿 憲哥 我趕快拉低 憲哥講話 我怕上台穿低腰那個 會說不是… 就是把它當不是很正式這樣子 所以我不會穿太高 是個年代的流行 對 因為我們是表演者 表演者要走在時尚的尖端 對 這個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謝謝蔣浩老師 老師的講評給他評價很高 謝謝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謝謝志祢 接下來是我們 吳嘉玄小姐的表演 謝謝 充滿空靈的氛圍 弥漫神秘的氣味 在上一次火辣性感登場的他 這一次帶來的是 馬上回來 造型不變 演什麼像什麼的千面女郎吳嘉玄 每每都讓觀眾驚艷不已 今天他又要展現出什麼樣的表演呢 這世界上 有些人 就像陽光一樣 溫暖 和許 像我們的飛哥一樣 帶給大家快樂的情緒 對 然而 只要有光 就會有影 有些人 就像影子一樣 孤單地 在陰暗的角落生活著 我的母親告訴我 我們的任務 就是帶給那些 生活在陰暗角落的人們 一些溫暖和許的陽光 現在 請你在這裡 隨意的點選一張牌 先不要看 放到口袋裡面 確定嗎 放到口袋裡面 你知道 每個人身上都有許多 正面及負面的能量 現在我要用這個紅色的光線 引導出你身上 所有負面的能量 伸出你的拇指 想像你身上所有的悲傷 所有的憤怒 都隨著紅色的光線集中 有感覺嗎 有耶 有感覺 這個就是你身上的負面能量 這麼多 有些人喜歡用香菸來尋找靈感 他們不知道的是 煙草具有吸附 負面能量的功能 來 幫我拿著它 想像你身上所有的負面能量 集中在香菸上面 你的悲傷氣氛 慢慢地集中 現在拿出剛才你所選的牌 自己看一下 先不要給觀眾看 然後集中你的意志力在它上面 在這微弱的火光上 真的在走耶 還在燃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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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心二 這個送給你 這是你今天的禮物 而我有另外一樣禮物 要送給今天在場的所有觀眾 以及電視機前的朋友 來 幫我檢查一下 燈泡沒有問題 小心喔 它有一點溫度 屋絲也沒有斷 好 再來 請你們想像一下 把你們身上所有的負面的情緒 所有的不安 所有的困惑 所有的爭吵 眼淚 衝突 通通集中在燈泡上面 用心感受它 一切就會隨著燈泡的破滅而消失 謝謝各位 我是瓜子 漂亮 而且我個人覺得 她那個說服力真的很夠耶 她幫我們引導到她說 請各位把你的那個 不好的那個什麼 你希望隨之而逝去的 我就真的核實了 可以引導到大家跟著真的 真的這樣子 這個就是進入一種情境 做得真的不錯 表演得真的不錯 引人入勝 我們請羅賓老師為我們講評 剛剛瓜子對這個氛圍的營造 做得還不錯 那個菸現在還在飄 我覺得她颱風很穩健 我希望她以後轉型到 心靈導師的這個行業 我想她的獲利一定是魔術師的 好幾十倍 好幾百倍 對 我也正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我想她能夠把這些簡單的 三個模式用這樣子方式來串連起來 我想這個創意方面 我要給大家很高的分數 謝謝羅賓老師 接下來先劉圈老師為我們講評 這個真的是相當的了不起 第二度站起來 今天我心情大好 因為連續看到兩個非常好的表演 是… 她可以在她身邊營造出一個世界 而把所有的觀眾 拉進她的世界裡面 這個也是很難得的一點 剛在那一剎那間 我都幾乎相信她會養小鬼 對 她那個神命的氣氛 已經完全充斥到我們這邊評審席來 對… 等一下 我要稍微清醒 我被迷惑了 真的 唯一要說幾個缺點的話 第一個就是選觀眾的問題 你這個劉老師就是這個 真的 果然是大師級的老師 不是… 因為看電視的觀眾 會以為我們有串通過 對 對 但像鴻都哥長成這個樣子 不是 他看那個樣子 大家也知道沒有串通過 對啊 我覺得這樣是問的 對 但是我們要完全這個 取信於所有的人 就是不能露出 讓大家有一點懷疑的感覺 對… 如果常常像我一樣 丟球上來選上去 我們大家就會覺得 真的是沒有串通 因為只要牽扯到選牌 選東西這種事情 這就很敏感 對… 而且剛開始你是請觀眾說 來 你選一張牌 其實我在這個角度 我完全沒有看到牌 我想說牌在哪裡 沒有在桌上 所以呢 通常我們在這種環境之下 表演近距離魔術 尤其是舞台魔術 東西要放桌上的時候 我們會在前面放一個斜板 這樣的話前面的觀眾就可以看到 有道理 至於我自己表演 為什麼沒有用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是給鏡頭看 給導播看 但是你是給評審看 所以我們需要看到那個牌 真的放在桌上 唯一要我挑出缺點 我只能挑出這個樣子而已 謝謝劉謙老師 好 講號老師為我們講 首先佳玄就是剛剛幾位老師 講過的部分我就不再提 對 有一個優點我一定要講就是 演得真的很好 可以說是魔術圈的百變女王 演什麼像什麼 講號老師 幫他幫人家取一些或錯號 這麼多集來以後 發現他真的演什麼像什麼 對 演什麼像什麼 可是我也要誇獎一下紅獨哥 他把自閉而詮釋得很好 我相信這個如果是找在場 任何一位現場觀眾朋友 可能沒有辦法詮釋得這麼好 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就是佳玄選這個觀眾選對了 有加分道 不然你說我是硬底之演員 其實老師是說 你根本就是本性流落 所以你的人生根本就是陰暗的 你看 還在那邊硬底之演 這是飛哥說的 對…不是我 不是我 不過評價相當的不錯 掌聲給我們 謝謝 佳玄 鼓勵一下 接下來是林子凡小姐的表演 想法固靈精怪的林子凡 每一次的表演都讓人一氣而食 今天她要如何迎戰呢 現在就來進入悠悠的異想世界吧 好… 1… 2… and here… 來吧 GO 快來 這是什麼?妞 妞 二文 大野狼 小紅帽與大野狼 大和紅帽 小紅變 大和藣 作詞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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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請劉謙老師給我們講的 其實表演得很好 但是你運氣不好 因為剛才的盛製品 表演得跟你差不多的東西 這個其實是老魔術了 你運氣不好就在於 他表演得其實比你好 好 對啊 對 這最重複了 我們現在才想到 對 其實你表演得不錯 可惜運氣真的沒有很好 然後我要說缺點的話 就是說主題其實我不太能夠 很明確的了解 你被大野狼追 然後進箱子出現影子 然後出現三個穿著風格 都不一樣的人 他們是我的動物 在森林裡面的好朋友 怎麼會有穿西裝的人呢 沒有 他是兔子… 他是兔子嗎 他是兔子 他有兔耳朵 對 好 好 看到 好 那就是一種 異象式的表達方式 暫時還沒有傳達到我這邊來 我現在懂了 好 好 那基本上就是 我覺得風格有點不太統一 劇情我也不是非常能夠充分理解 然後再來就是你運氣不好 希望下次有機會 在家裡努力 謝謝 好 這個真的是印證的 我前面有講過 對… 任何競賽其實要有運氣 對 不過從他們兩個表演的內容是一樣 證明我們這個參賽者 他們在這個競賽過程當中 是不協調的 大家不能協調的 這是代表公平公正 對… 好 好 再來是陳廣生老師給我們講評 好的 零膽固醇 零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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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膽固醇 對啊 好冷喔 OK 這是我們有史以來聽過最… 最有創意 最冷的笑話 零脂肪 零脂肪 零膽固醇 OK 基本上來講 你這次來講是走可愛型 可是我覺得不夠可愛 還不夠可愛 還不夠可愛 比你上次 那三個住所也要負一點責任 比你上次的話 你這次差很多 我因為沒有時間可以準備嘛 不要曬耐 不好就是不好 沒有時間可以準備嘛 沒有那麼多時間準備 對 好 接下來是蔣浩老師的講評 首先就是 我非常喜歡 他剛剛安排中間的一個橋段 追逐的部分 然後再旋轉這個帳篷 在那個交代的那種感覺 對 在交代的時候 不會讓人家覺得魔術師 是為了交代而交代 掌聲鼓勵一下 說這句話 真的 這個部分我覺得這個巧思非常的好 我也沒有看過人家這樣做過 對 可是其他的部分 氛圍還要再做得多一點 比方說現場 你真的找一些枯樹枝鋪在地上 真的找一些樹葉鋪在地上 對 另外就是剛剛出來的兔子 兔子先生還有什麼 我完全記不得 他如果是兔子 他可以在那邊跳兩下 就是你要讓觀眾 進入那個情境裡面 對 就是我們沒有感覺到那個劇情 是怎麼樣的一個架構 這個部分是你比較吃虧的 好 謝謝蔣浩老師 好 現在我們先請這個 林子芳先回座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謝謝 前面我們介紹過 上週來參加比賽的四位 是 跟今天已經表演完畢的四位 是 八位的表演 已經非常完整的 呈現在觀眾朋友眼前了 那麼我們是採取 計分制 現在我們要開始請評審 跟我們製作單位為我們計分 歡迎大家 現在不是見證奇蹟的時候 是殘酷的時刻要等 剛才已經向各位質疑 你們的表演的確是可圈可點 真的 都受到我們評審老師的 這個一致的讚許 現在我就開始宣布 這個成績是經過這個積分制 然後我們非常清楚沒有失誤的 呈現在這邊 出現了各位的名字 卓盛哲先生 請出列 趙君毅先生 很深刻 剛剛才表演過 對 盛志平先生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劉大全先生 如果…被淘汰你覺得 我剛剛 你心裡面的感受是什麼 應該是鬆了一口氣吧 因為這樣很累 真的鬆了一口氣 可能你會如願以償 真的嗎 那Michael Jackson Michael Michael其實他的舞蹈老師 是非常肯定 對啊 頂級的 那魔術又不一定 如果淘汰的話你覺得怎麼樣 跳舞也是不錯的選擇 真的就放棄了魔術啊 對… 現在的時代 他想出路了 真的嗎 好 要正式跟大家宣布 老師所評審出來的成績了 左右手兩邊 不知道是哪一邊 真是左右為難 我們非常恭喜 站在我左手邊的兩位獲得晉級 掌聲給他們鼓勵 真的很緊張 其實還好啦 還要繼續辛苦…還好 還要繼續辛苦下去耶 終於頂住了家庭的關懷了 真的 你沒有想到你會晉級吧 對 而且我發覺魔術還是要跟著我 一陣子 其實他們很緊張 反應真好 請晉級的先靠左邊站 好 恭喜… 黃欣霖小姐 吳冠達先生 這一次他們兩個人要等於是 有一個人會留下來 有一個 二選一啊 吳冠達先生 在這一輪比賽裡面 淘汰 請站到右邊那邊去 掌聲給黃欣霖鼓勵一下 謝謝 嚇到嗎 無論如何非常恭喜黃欣霖小姐 請到右邊左邊 有兩位 林子凡小姐 請到左邊 吳家璇小姐 請到她的左邊 這裡面只有一位可以存活 我念到名字的就是晉級了 吳家璇小姐 掌聲給她鼓勵 請到那邊去 來 來 四位到中間來好不好 我們再度以掌聲給他們鼓勵好不好 面對成功是不需要什麼準備的 面對失敗還被留在現場 這個… 那有壓力要 怎麼辦 你們應該有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說 我們先問子凡好不好 子凡是比較 因為他是社長 我記得他第一次來的時候 是翻臉走出去的 你覺得這一次 講真的 你覺得時間各方面 你覺得哪些地方 讓你有措手不齊準備不夠 時間吧 就是時間 對啊 因為 因為還要跟助手配合 然後這幾天要練到就是半夜一兩點 然後他們才回去回到家 可能就三點這樣 好認真喔 好辛苦 好辛苦 妳呢 可能自己也比較玩 比較擅長某一方面 所以當題目受到限制的時候 可能就實力會被壓到最後 最低這樣 真的 這個 題目的受限 這樣好了 飛哥 我也插一個話 陳老師好 這樣好了 其實他們的積分 真的非常非常接近 真的 我跟評審們都講過 在今天被淘汰的四位裡面 我們進行一個復活賽 下個禮拜 可是…重點是 只有晉級一位 所以在四位裡面再跳一位出來 所以你們要用你們看家本領 最好的那一套拿出來復活好不好 再給你們一個機會 你拿手的嗎 剛剛的意思就是說 剛剛我們老師他們每一個禮拜 他們都像說老師出題 你說有被限制的感覺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看家本領 並不是光跟影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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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呢 有… 好 所以下個禮拜你們不要再有藉口 說什麼題目啊 什麼什麼 時間啊 專長啊 所以把你們自己專長 最厲害的拿出來就好了 掌聲鼓勵一下 好 我們非常恭喜我們這四位 掌聲先給我們晉級的人鼓勵一下 由於剛剛陳廣生老師Eric 給我們突然帶來的建議 是 讓我們在敗部裡面的這四位同學 我們爭取到了一個復活賽 所以說下個星期我們四位 到底誰能復活 而進入五強爭霸戰呢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掌聲給他們鼓勵 謝謝 我們一般不用太多了 細枝 好 我想講很簡單 比方我們的密碼就是 要是七好了 一四七 一四萬還是條 對 這是用關折的地方 關折的地方 關折 解禮是不是有三個關折 有...三個關折 我們這種按住解禮代表一 很自然嘛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嘛 對不對 對 你不可能說我怎樣按 你說我作弊啊 不可能嗎 對啊...莫名其妙 習慣啊 對 習慣 好 四 放在這一條 四 這裡 往裡面說一點就是四 對 一個關折 兩個關折 三個關折 四在這邊 四是這邊 七就在這邊 一四怎麼樣呢 很簡單嘛 一四條 放在中間 這代表一根四嘛 對不對 四七 四七 聽四七 這是解禮嘛 原來老千答案號的 長江一號是這麼回事啊 那這258369又是如何呢 稍待一會兒 馬上回來 今回都是這樣 有時候再講 一個關折 兩個關折 兩關看起來 三個關折 四在這邊 四是這邊 七就在這邊 對不對 如果一四怎麼樣呢 很簡單嘛 一四條 放在中間 這代表一根四嘛 對不對 四七 四七 聽四七 這是解禮嘛 就放到中間 手下士氣 有人問我說 講聽牌跟碰牌 好像你在聽牌 我跟你打通 你給我 好 我贏你的沒有用 你的錢就是我的錢 對不對 所以呢 聽牌跟碰牌不同 很簡單 我們不是常常講嘛 對... 很簡單嘛 外面 這是我在聽牌 這是我外面牌一下就是聽牌了 如果我講 沒有 這是... 碰牌 碰牌啊 吃牌啊 可是你如果一直在桌上一直這樣 你這樣做什麼怪嗎 你是什麼意思 我不懂 這是一般更可一樣 不是 很簡單 你摸一張牌對不對 好 這樣 打出去 這樣就是聽牌 哪一個是這樣子 可以 可以耶 真的嗎 對 或者是要這樣 對不對 打一打 然後出去 然後就要碰一 很簡單嘛 碰一打起來了 碰一什麼呢 一條還是萬還是銅呢 對 沒有錯 有沒有想到 把老千作弊的就是這種方法 這個是最常用的 這裡是不是有三個地方 就是外面 中間 下面 我們還有一隻手 爸爸這樣有雙手嘛 對... 瘦 可以放在這裡嗎 可以的... 可以嗎 銅 銅 萬 銅 萬條 條 很像他們 這麼細喔 這麼厲害啊 有意思嗎 方法很多種 對不對 所以千萬不要讀 因為我現在揭秘整個 是其中一種方法 他只是講一種 對 其實千變萬化 還有 你可以用別的方法 你可以用其他什麼方法 一個銅 條 萬 你想一個吧 對啊 可以做 好多 對啊 比方說就是大拇指 對 一樣 大拇指伸出來就是筒子 對… 有些人就是講 筒 他就會講 筒 筒 對不對 調 放這樣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樣放沒問題嘛 對不對 腕子就可以 好誰喔 對不對 太自然的工作了吧 對不對 一樣可以 所以千變萬化 千萬不要賭就對了 沒有 要賭以後 手都不准上桌 全部… 難得吃耶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呢 聽一四七萬 一四七萬 示範 這是銅的 對不對 腕子的 條子的 你腕子放在這邊 對不對 聽一四萬 一四七 這樣就可以 腕子在這裡 腕子在這邊啊 腕子在左手吧 腕子 對啊 對… 中間就是腕 人家問我說258怎麼辦 258 糟糕了 他就第二指 不用手了 還有麻將 麻將 你可以 放在這裡 正常嘛 這一顆代表2 可以嗎 第一顆 5 可以嗎 可以啊 所以我們打麻將 對 手很自然放在那裡有沒有 最小有四肢 對不對 所以就夠了 258 在這裡 對 25就放在中間這一橫嘛 25 58就怎樣嘛 對不對 我現在在聽 258就怎樣動一下就好了 對不對 很簡單 那369...多為什麼 沒有...看過人家常常講 有... 我也會 我也會 這樣就是3 可以嗎 3 對... 我拿中間的排過來 6可以嗎 可以 36代表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耶 對不對 我叫36 9很簡單啊 這樣轉又可以... 這樣轉又可以 我的媽呀 6 9這樣就可以 你最起碼有四個嘛 對不對 3 6 9 來 上六組的 可以 那你找的那個胖的頭腦要很好耶 對... 你們先研究一下 我去找吳忠祥 上一次我就發現他是用這個 對 因為這種太多人都是這樣 所以下個禮拜 我都會告訴你們 是怎麼樣應用這個方法 你知道之後我是給你 但又不是這樣給你嗎 對 所以一定要鎖住下個禮拜 好... 我們呢 現在再來看看這個撲克牌的 撲克牌 撲克牌啊 撲克牌啊 老千的房屋 各位觀眾 現在您知道老千在桌上 如何叫牌了吧 接下來千萬郭安迪 要教你破解撲克牌的籤數 仔細看好囉 好 先把線幫我洗一洗 洗一洗 我第一次講錯你的名字 真不好意思 來報...不報到 OK 好 洗得很晚 現在我需要一樣啦 兩張紅色的衫 還有一張是... 紅色的衫 紅色的衫 還有這個老K 手沒有東西 好 我們洗一洗 OK 好 這麼快 還要一張老K 對 然後呢 這個 所以老千的頭髮都是 太禮物了 太厲害了 要什麼應該考慮不要把我們嚇 對啊 為什麼 對啊 所以要什麼牌就有什麼牌 不是全部都是衫都鋪 就是裡面很多 每張都有了 真的有沒有嚇到 還是把袖子拿出來 拿出來好像已經洗好的 對啊 算好了 好 上次不是 有跟大家講過這個牌 就是找老K 找老K 一千萬給你 一千萬 OK 好 講好了 上次不是摺一個腳嗎 對不對 我們摺腳好了 老K要摺一個腳 對不對 我們 對 對 再看一次 老K 很清楚 抓得非常清楚 好 給人家看老K 好 這個三 好 移一下 好 在哪裡 一千萬給你 正常 正常 對... 這個衛免太遜了吧 就是這樣 你買的一千萬 好 請你打開 贏了... 我不要害怕 對 蘇星已經嚇到了吧 我剛剛看他整個灑掉了 所以這個 對 所以很多人呢 現在都不用這種方法了 我看到呢 他們用另外一種方法 我在這邊介紹一下 他們就拿出三張牌 一、二、三來賭錢 怎麼賭錢呢 給你看清楚 一、二、三 是 對不對 好 他就會說 來 我們洗一洗 再給你看多一次 來猜 猜二好了 二 好 一在這裡 三在這裡 二在這裡 好 二在哪裡 中間 中間嗎 第一次他一定給你贏 對不對 就是 第一次一定給你贏 是被我們抓到了吧 好啦 是被我們抓到了 真的 第二次啦... 第二次 他一樣就是說給你看 一、二、三 然後洗一洗之後呢 再給你看一次 對... 沒錯... 好 一 我們放在這邊 好 三 放在這邊 二 放在這邊 對... 好 我們猜三好了 三 三在哪裡 正常的鞋子 錯啦 你叫樹 怎麼會這樣有的 對啊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飛哥已經到最快五公尺了 五公尺 而且他東很慢耶 對啊 好恐怖喔 這樣好了 兩張黑色你看都不清楚這樣 你來猜好了 猜紅色 猜紅色的 猜... 來 給你兩千萬 兩千萬 我們很清楚的 一樣紅色的放在這邊 三飯在這邊 二飯在這邊 慢慢的移 紅的容易猜嘛 對... 正常在哪裡 正常在這裡啊 你壓... 壓... 對 壓兩千萬 兩千萬嗎 來 錯了 對啊 那種在你都沒碰到我 真的啊 不可能啊 有鬼喔 沒有 真的有鬼 嚇死了 好 再來一次 現在123很清楚 對不對 123很清楚 這樣我想問你一下 現在手上是多少 6 加起來123就是6啊 不是 123嘛對不對 對 123 你看錯了 4 1 1 好 講好了 來 給你講一次 怎麼會是紅色 再給你講一次 是什麼 123 4 4 剛剛是12 那是什麼 錯啦 所以你怎麼賭呢 都是錯的 一半三個 這個就好厲害 因為你怎麼賭呢 都會輸的 對啊 對不對 我們再來 給你再講 再講 我現在手上這個 多少 123 其實你不用輸 全部一點都沒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賭呢 都沒有用 所以千萬不要賭 尤其是你看到人家 在玩這個山宮呢 你怎麼賭 根本都沒有點怎麼賭嘛 對不對 謝謝大家 謝謝安妮老師 好厲害喔 誇張喔 待會兒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馬上回來 好的 接下來呢 又到了我們 見證奇蹟的時刻 你剛才沒有跟著念喔 我都有在注意看 我忙著拍手 好 首先一開始呢 不是魔術 只是跟大家介紹一個東西 好 這是一副非常特殊的撲克牌 這是一副印刷錯誤的撲克牌 首先呢 你看它背面正面 就長這個樣子 這印刷錯誤 這種通常買到這種牌呢 我都會非常的生氣 再看第二張 第二張也是這樣子 而且呢 不只兩張喔 整副牌都是這個樣子 這樣根本不能玩 對啊 不能玩 只能靠想像力 對啊 比如說這張是方塊六 這張是紅心七 然後整塊翻過來呢 它還是背面 這梅花八 黑桃就靠想像力 當我第一次買到這種牌的時候呢 我心裡只有三個字 怎麼辦 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怎麼辦 嚇一跳 魔術師碰到這種情況完全不怕 為什麼 你只要拿一張牌呢 在這邊搓樓一下 它就變成一張沒有牌 而且把它放上來之後 彈下錯誤 你就發現整個牌完全恢復成 正常的部分 好厲害喔 很神奇 太可怕了 怎麼辦 我送給你們做經驗 奇怪喔 這是一副另外一副撲克牌 同樣的它也是一副撲克牌 每張都有 有 我把牌一路這樣子撥過去 你在喜歡的時候 隨便說停 我就停在那一張上面 好 有沒有問題 OK 我數1 2 3 你說停 1 2 3 停 怎樣 記住 記住 記住了 記住了 現場來賓記住 好 飛哥記住 相反先記住 記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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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這張牌找出來 其實是魔術師的工作 但其實以我目前的功力 我還辦不到 所以現在我要用一個特別的助手 特別助手 這張牌 這是一張白色的卡片 好 我們常常看到魔術師變出鴿子來 有 有 今天我們會看到不想看的對不對 對… 今天我就在這裡變出鴿子 仔細看 這張白色的卡片手是空的對不對 慢慢把它反過來這邊輕輕搓揉一下 就會發現這張卡片變出一隻鴿子 重點還沒來 還沒來 還沒來 好 這隻鴿子會幫我找出你選的牌 它會叼牌喔 對 它會叼牌 這是一隻訓練有術的鴿子 這個魔術呢 是我在四年前日本國際魔術大會上 發表了自己的創意之一 我幫你拿回飛哥傳輸 飛哥傳輸 仔細看 好 把牌放進去之後 這隻鴿子會幫我找到你的牌 現在的牌在什麼位置呢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好 大家仔細看 1 2 3 2 3 2 3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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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由各位所見 我的天啊 這隻受過專業訓練的鴿子 還在頭冠穿了一張牌 我的媽喔 好 剛剛你選的牌是什麼 黑桃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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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你可以看到桌上已經沒有黑桃叭的存在 你可以找找看 已經沒有黑桃叭 好 因為呢 唯一的一張黑桃叭在這個位置 各位現場的觀眾朋友 現在就是見證齊齊的時間 他的頭 好痛 沒事吧 沒事 沒事 好 來 乖 痛 痛 好 他很乖耶 可以嗎 可以嗎 太厲害了啦 太厲害了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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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